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 欢迎黄勒老师 陈敏老师 愿你们的爱永远浓郁如初 我们的奖励规定是 男女嘉宾牵手成功之后 都将获得由港中蒸蛋糕 提供的浪漫海岛之旅 港中蒸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港中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相亲快 找真爱 海量用户都已找到真爱 想要征婚相亲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真爱网 爱度荔枝新闻搜索《非诚勿扰》 报名参加节目 或发送邮件到 《非诚勿扰》官方邮箱 fcwr at gstv.com 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遇见心动 遇见爱情 欢迎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 《非诚勿扰》腾讯视频全网读播 每周六晚21点会员抢钱看 《非诚勿扰》今年联合微博 共同开启《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微博报名活动 面向全国招募优秀男女嘉宾 大家可以打开微博搜索 《非诚勿扰》话题页进行报名 期待在这个舞台上 见到想要脱单的你 《非诚勿扰》 他人在《非诚勿扰》 expert on overall liberal culture 在《非诚勿扰》 那个《非诚勿扰》 二十四位女生欢迎你们 请梁登 24位女生欢迎你们 今天是我们24个节气当中的白露 在我们的历史上 节气节气 它也是一个节 24个节气 就是有24个节 白鹿呢 民间有一句话 叫白鹿深不露 就是过了白鹿这一天呢 咱们穿衣服 露在外边就不能太多了 就意味着天儿有点凉了 那古诗里边还有很多这样子 是 说到白鹿 想到两句诗 都是跟表达情感有关的 一个是在诗经里面 叫《尖家》 听过吗 尖家苍苍白鹿为双 所谓依人在水一方 是表达爱情的 还有呢杜甫写过一首诗 叫《月夜易舍地》 里面讲到鹿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名 是表达亲情的 我想到一句白鹿白茫茫 我觉得它是来讲收获 白鹿其实意味着 即将进入到收获的季节 跟黄老师的爱情 如果结合起来就最好了 是爱情里面也有结果了 对 因为今天所有的女嘉宾 和今天男嘉宾 如果在这个舞台上 能够收获爱情 应该是一个最棒的相遇 确实秋天收获的季节 也希望你们能够尽快 收获你们的爱情 开始今天的节目 有请1号男嘉宾 我希望能和另一半保持亲密无间 永远年轻 永远热泪盈眶 孟老师好 两位老师好 台上24位美丽的女嘉宾 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王树玲 今年24岁 来自北京 本嘉宾由真爱王推荐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利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王树玲 那个树玲就是树玲的树玲 树木的树 林字的林 为什么那么环保 我爸爸的爷爷做了个梦 说这个小孩要叫王树玲 他是早上醒来 一笔一画写出来的 然后就本来都是找了一个起名公司 但是后来因为老人嘛 强烈要求 那起名公司少了一项业务 港中生的高 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诉求是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 可以和我一起晒太阳 什么时候晒 什么时候都可以晒 主要是我比较喜欢太阳 在身上这种比较阳光明媚的感觉 希望另一半能和我一块去享受 我给你找一个爱晒太阳的 19号 爱晒太阳晒的结果 看到没有 那个今年是我这两年最白的时候了 我不知道您爱去海边吗 因为我晒成这样 就是这么黑丘丘 主要是海边晒出来的 我海边晒得不多 我主要是比较随机吧 就是可能今天出门有太阳了 那我就往那一趴晒个被啊 或者就是 晒乌龟壳 对对对对 他这个名字和他这个爱好有关系 植物嘛 他需要光合作用 需要晒 他连人也需要 对啊 11号 男嘉宾你好 我之前在那个网站上面看了一个博主 然后他就说你早上起来睡醒 去晒太阳之后 他是有助于晚上的睡眠 并且会让你一整天都会保持精神很充沛 所以我在看到他这个理论之后 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比如说早晨六点半起床 然后我就可能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去下面晒一晒太阳 然后晨跑一下 我也很赞成那个观点 然后我自己也是有实践过 我是觉得非常有用 你要晒太阳 我推荐你去个地方 给你分享一张照片 你看沙漠里边地下躺着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我 你知道那个沙漠里的温度有多高吗 大概在50度到60度左右 他们有种叫沙疗 我就去体验了一下 穿的那个防护服 现在是没埋的时候 他过一会儿招来两个男护工 用沙的就把我埋 埋到这儿 埋到胸口这儿 就把脖子都在外边 一般埋10分钟 在这个背后 这是刘振云 我们俩埋了19分钟 你的第二个数据 我不希望另一半介意我听摇滚音乐 喜欢摇滚音乐 台上的女生有喜欢摇滚音乐的吗 6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平时就很喜欢听摇滚音乐 然后我想问一问 你有了解过一个太空摇滚这个类别吗 像我的话很喜欢听 大卫鲍音乐的《大卫鲍音乐》 大卫鲍音乐我有了解过 但是不是特别清楚 我平时听的更多可能是一些 中国的那些老歌呀 因为我父母听老歌比较多嘛 从小跟着他们一块听 他可能是比如像黑豹乐队这种 对对对 黑豹乐队 法比较多 什么 死了都要爱这种 死了都要爱属于摇滚吗 我再想死了都爱属于老歌了吗 好像有点岁月了 不要 好 来看片子 生活因爱好而精彩 世界因探索而广阔 我叫王树林 在美国待了七年 曾就读于波士顿大学经济学专业 毕业后 父母希望我继续留在海外深造 但我还是觉得国内更好 所以我决定回到北京 我从小在北京长大 我对北京的情感 是长安街的春水马龙 是胡同里的人间烟火 是发小 是兄弟 是对父母亲人的思念 回国之后 我进入一家银行 担任客户代表 但我觉得生活有无限可能 所以我给自己定下了目标 在两到三年的时间里 找到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热爱 工作之余 我有很多的爱好来丰富我的生活 比如柔道 一力详实惠 以巧破千金 柔道讲究的是借力打力 以小胜大 这项运动带给我的不仅是身体上的锻炼 还有哲学方面的思考 柔道中有一句话叫做精力善用 意思就是我们如何运用好自己的力量 与他人一起努力 共同成长 柔道呢 他教会了我如何面对困难 也教会了我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如何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享受完运动的唱款再来感受电影的魅力 看现在的爆米花电影 就像吃一顿快餐 很快就忘记 所以我更喜欢看一些经典流传的老电影 它像一杯美酒 让人回味无穷 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部爱情电影叫做卡萨布兰卡 细腻的情感描写和角色内心的挣扎 在自私与无私的爱之间摇摆不定 我相信每个爱过的人都能够感同身受 二十多岁 我习惯于奔赴在自己的热爱当中 今天站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 我想体验一下奔赴爱情的感受 树林兄在国外待了七年 你是哪一年回北京的 今年刚刚回北京 刚回北京 你在国外的时候 最想念家乡的是什么 亲朋好友 然后还有一些国内的美食 你们出门在外会想念你们家乡的什么 21号 男嘉宾你好 因为我是南京人 我想跟你分享就是我在上海 最想念的南京美食是烤鸭 因为南京的烤鸭做法其实跟 不管是北京的那种片皮烤鸭 还是广东的那种烧鸭 它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在上海其实是吃不到 就是这种带鸭子的这种鸭鸭的 然后所以我每次都是回南京的第一件事 回家就让我爸去买点烤鸭 14号 男嘉宾你好 就是因为我是宁夏的 然后他就是羊肉比较好 就是因为我在外地从来不吃羊肉 因为其实之前是有在外地去内蒙也尝试过 但是确实跟我们那边确实还是有不一样 其实你也可以来宁夏来尝试一下 好的 那有机会你带我尝账 好 你爱吃羊肉吗 我爱吃羊肉 很爱吃羊肉 北方人都爱吃羊肉 宁夏为什么好 它那个羊为什么叫贪羊 它在盐碱地上 它吃那个盐碱地上的羊 它吃那个盐碱地上的羊 那个草 羊吃羊 那个草它本身就是咸的 从小自己给自己调味 2号 大家好 我是2号纳兰哥山 我也是来自北京 是在外企车企做采购方面的工作 我和那家宾的话 其实有相同的经历 因为他说他在海外待了7年 我差不多也是待了8年左右 但是在德国 就是尤其是过节的时候 那边正好是 以前读书的时候是考试季 就一边特别想 赶快过年 好好过年 但是考试又摧残着我 所以我想问 就是你在海外的时候 你过年 就是一般都会做些什么 然后缓解一下 自己想家的这种感情 我一般在海外的话 就和朋友说 叫到家里来 我们有一个小的这个派对 然后说 我们一块包个饺子 做个年夜饭 然后可能说晚上开车出去兜兜风 就这个样子 能不能介绍一下你名字 我名字就是 那蓝歌山 然后蓝的话是山中的雾气 所以就是名字就是山雾里 偏偏起舞的少女 这名字也太好听了吧 这名字简直就是那种什么 笔名 网名之类的 那蓝歌是这四个字 看起来也是一首诗啊 漂亮的女孩 这名字是启明公司启的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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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有爷爷做梦呢 哎 我很奇怪 你今年多大 24岁 24岁 他喜欢的爱情电影是1942年上映的 卡莎布兰卡 我也很喜欢那个电影 因为她那个女主角 是我年轻的时候 最喜欢的好莱坞的女演员 是英格丽宝曼 啊 好 你有去过摩洛哥吗 我有去过 我当时去摩洛哥的时候 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去完之后才发现的这部电影 没去找就对了 卡莎布兰卡这个电影 故事发生在北非 摩洛哥的一个城市 卡莎布兰卡 但是这个片子是在美国拍的 在好莱坞的旁边拍的 然后它是根据一个舞台剧改编的 这个舞台剧的名字叫 人人都去里克的酒吧 然后这个电影放映了之后 当地就有人在卡莎布兰卡 开了一家里克的酒吧 这个里克的酒吧的装修格局 完全按照电影里边来 所以很多人跑到卡莎布兰卡 去找这个 他说我们也是按照电影里边弄的 5号 我想跟您分享一部 很经典的一部 爱情电影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傲慢与偏见 它是一部非常美的电影 就因为每一帧都像油画一样 因为它是发生在英国的乡村 它主要讲述的是 阶级 差异 以及财富观念 对两个年轻人爱情的影响 然后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 叫 傲慢使别人无法爱上我 偏见使我无法爱上别人 然后这部电影是对我爱情观 影响很大的一部电影 所以分享给你 谢谢女嘉宾 是剪奥斯丁的小说 我很喜欢这个电影 其实是一个男人突破了他的傲慢 然后女生突破了自己的偏见 然后爱情就是会让我们 突破我们的自我 13号 男嘉宾你好 看到你喜欢看爱情电影吗 我想问一下 怎么看待电影的好结局 和坏结局呢 就好结局 坏结局 我其实没有说特别喜欢哪个 我只要觉得说一个故事 它深入人心 它可以是一个好的结局 也可以是一个坏的结局 那你说一下 你喜欢什么样的结局 坏结局 因为我有三部非常喜欢的 就是爱情电影 一个是《画书般的恋爱》 一个是《情书》 还有一个是《秒速五厘米》 这三部电影是我 就是很喜欢的爱情的电影 郭琪 男嘉宾你好 就是我想分享一部 我非常喜欢的 就是张曼玉跟黎明主演的 《甜蜜蜜》 我说一个片段 就是可能你们都看过 就是当时这个鲍哥 突然因为意外去世了 然后张曼玉就去认领 这个鲍哥的这个身份 就是他看到鲍哥背上的 为他画的那个米老鼠的图案 他第一反应是笑了 然后他笑完了之后呢 立刻就哭了 印象很深 记得那一段 对 下意识 你看 什么时候说起来 都能把自己说哭了 我最喜欢的一部爱情片 也是老电影 罗马假日 我也看过孟默老师 那个结尾 我觉得是有一种 淡淡的东西 他最后那句话是 所有的城市 各有千秋 但是我最爱罗马 那个公主为了和那个记者握手 她跟在场所有人都握一边手 其实她只是为了跟其中那一个 太喜欢那男人握手 好 来看片子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巴黎 那是她永远到达不了的地方 她是我的青梅竹马 也是我的初恋 一个性格热烈的北方女孩 我们的恋爱模式充满了激情 记得有一天的凌晨三点 我难以入睡 发消息给她 恰巧她也没睡 于是我们决定 马上出门约会 走在凌晨的北京街头 爱情似乎有了具象化 除了激情 我们也有温馨的日常 比如一起下楼散个步 买个喜欢的点心吃 平淡的相处 也让我们十分满足 但这段感情 因为异国的原因 聚少离多 我们在距离和时间的漩涡中挣扎 家庭的变故也让我压力很大 焦虑 不安 迷茫 我的负面情绪堆积的越来越多 我提出了分手 和她分手之后我反思了很多 我希望自己在未来能够成为一名更加优秀的爱人 不要过多地把负面情绪带入到感情当中 也能学会站在另一半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对于未来的感情 如果是异地恋的话 一定要有个稳定的规划 最好是一个月见一面 另外我希望另一般简单真诚 因为真诚是一切信任的基础 也是我们享受爱情的底气 对于我而言 巴黎不仅仅代表浪漫 它更是我心中爱情的向往 未来希望可以和你一起 享受这场流动的盛宴 小黑 男嘉宾 您好 其实相当于你只说了一个女朋友 我理解是你心中的白月光了 然后你跟你心中的白月光分手的原因 是因为你当时有各种 就是变故也好 相当于是你自己心里堆积了 一定的情绪和压力嘛 所以你跟他提出分手 但是问题就是 你有跟他沟通过这个事情吗 还是说就是你单方面 觉得你不太行了 所以你们两个的关系也不行了 也许在你看来天大的事 他没有所谓呢 对啊 您可以理解为说 其实是我们在互相沟通 相处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复盘 我觉得说我这边 有一些这种情绪 然后包括跟他也沟通过 两个人一国隔着这么远 总是有一些争吵的话 到后面其实两个人 有一种这种对峙的状态 我觉得说这个状态 现在因为见不着面 也没有办法去缓和 所以说就分开了 但是我思考我自己的问题 我是觉得说 因为我带入了很多 这个负面的一些东西 那我觉得有一些伤害 可能说已经发生了 没有那么轻易的 可以说去挽回和修复吧 那你会觉得自己 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情况下 才能恋爱是吗 还是说 我是偏向于说 自己有个比较好的状态 但是对于这个来说 我觉得我不是特别喜欢 给自己设定一个枷锁 我只是说 尽量不要有小一些 负面的东西 那个小黑的两个问题当中 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他想问 当你遇到 你刚刚说家庭的变故 生活中的压力的时候 你会不会把真实的情况 告诉你的女朋友 他想知道的是这个 我会 我在交流当中 我其实还是 以沉浸为本吧 我会把这个情况 我的想法 情绪 坦诚地告诉你 但是有些问题 是告诉了你之后 可能说 不是说一时半会儿 能解决的 这个问题是一个死局 圆圆 男嘉宾好 您提到那个对异地恋 说希望有一个规划 比如说一个月 见一次 但是如果有个突发情况 比如说你的女朋友 我今天就是心情 非常地糟糕 我遇到了一件 不开心的事情 那我就想要 此刻跟你在一起 然后你说 宝宝 我来看看票 不好意思 票已经受空了 我今天不能去找你了 我最多明天去找你 那可能会存在 这样的情况 那这种你该如何处理呢 那我会想办法说 到你的身边来 可能说票没了 可以开车 可以有其他的 交通工具的选择 退一万步来说 如果不可以的话 那我们还可以打电话吗 17号 男嘉宾你好 我在你的情感VCR里面看到 就是你对感情的规划也好 包括整个人的这种语调也好 我都感觉你是一个比较沉着稳重的类型的人 那么你在感情中就是有负面情绪 比如说你生气了之类的这种需要发泄的情绪的时候 你通常是通过什么形式让你的另一半感知到呢 我会直接跟他表达 就是说可能我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情绪不是很开心 就我的能量比较低啊 今天就是什么事比较累 最后一个问题 6号 男嘉宾情侣之间真正相爱的一个方式 其实更多的是相互充电而不是相互消耗 所以想问一问男嘉宾 你会有一些怎么样更加成熟的一些处理措施 对于这种情绪上或者工作上的一些压力 对于我来说就是不要把自己陷入到一个就是非常情绪化的状态吧 因为我经历过这一些感受了之后 那我能够更好的去察觉到 那我就是尽量的说是避免它 而不是说真的把自己陷入到的那个局面中 我再去想办法去补救 去挽救 谢谢 现在留灯的是6号 是7号 有请6号 17号 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 11号 来看一下制推是 王树林的制推女生是 真浓营养 美味镜像 口感超浓郁 营养更丰富的真浓牛奶 浓情揭晓制推女生 16号 刘颖娇 刘颖娇 男生性格活泼开朗 勇敢督定 积极进去 感情中热情主动 浪漫有趣 女生性格恬静随和 温柔细腻 感情中在意分享和陪伴 喜欢二人世界的浪漫 男生的自信从容的个性会令女生欣赏 女生温柔 闲静善于 分享的个性也会让男生觉得贴心又温暖 两人在相处中可以一起携手共进 我们来看一下女嘉宾的资料 王森尧 恋爱态度 多面的我 我眼里在减分下 我选多面的我 哈喽 我是王森尧 欢迎来到我的每一面 因为非常非常喜欢国风美学和汉服文化 所以我平常会经常去参与一些汉服活动和汉服走秀 所以在很多人眼里 我的形象总是这些样子的 不过其实除了国风少女之外 我还有很多面可以发掘 比如其实我非常享受音乐节和Live House的氛围 除此之外呢 其实我还非常喜欢旅行 很喜欢在路上的感觉 相信你也会有很多面 那就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对方吧 王森尧 千分之一的我不希望你知道我的热爱 我的热爱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一个十分热爱运动的女孩 潜水在我的生活当中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那些与生命共舞的日子都会让我觉得弥足珍贵 每次和这些可爱的小生物一起投入在大海里 都会感叹大自然的魅力 当然我还有另一面 一起来看看跳舞时的我吧 在我闲暂的时间里有时便会去舞房练舞 我喜欢这样的自己体会自己身体的不同情绪表达 如果你也热爱运动 那就和我一起去探索这个世界吧 刘尹娇最好的爱情 我想说内心独白 内心独白 大家好 我是刘尹娇 在我的内心深处 有一个独特的小天地 充满着爱与美好 给予自己力量 我倾心于简单且美好的生活 生活中不经意出现的小惊喜 会让我愉快一整天 我喜欢被肯定被鼓励 因为这会化作我前行的动力 这便是我期待在这繁杂的世界里 与对的人相与相识相知相伴 当文静 我喜欢的反差感 我的性格 反差感 平时给大家的印象是低调文静 沉迷读书的乖乖女 但私下特别喜欢Rubber 瞬间变身酷女孩 只有很亲近的朋友见过自己 这一面 最后一个问题 问四个女生 我想问一下各位 如果说我们现在去参加一个家庭聚会 但是我们吵架了 您会怎么做 男嘉宾 你好 因为我几乎没有和我的男朋友吵过架 所以我很难想象 尤其还是在家庭聚会这种场合 但如果是确实发生了这种情况的话 我觉得在家庭聚会上 肯定是会先稳住情绪 就算是我有脾气 我也不会发出来 我会等我们两个私下在一块的时候 再把我的情绪发泄出来 我觉得两个人太有矛盾 应该就是私下里面我们自己解决 就是没有必要说大家要参加这个聚会 要把这个脾气撒到这个事情上来 所以肯定还是要以一个很好的态度去 但是后面的话我们可以再慢慢解决 我会先安抚自己和对方的情绪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不要影响到大家 先去把这个家庭聚会给参加了 如果是我的话 如果这个家庭聚会是一定要参加的 我也会就是尽量地去维持一个表面上 比较平和的现象 但如果是就是可以不参加这个家庭聚会的话 我可能会想让两个人独处一段时间 就是能够情绪稳定地处理一下 我们之间的矛盾 来 选中间两个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 你的决定是 大家好 我叫萧水泥 今年27岁来自广东广州 快问快答开始 平时都会做什么 在家打游戏比较多 喜欢做饭还是洗碗 做饭 意识到自己有错误的话会道歉吗 会 能接受年龄超过你太多的吗 太多的不行 最多就是五岁吧 最喜欢男生什么样的特点 干干净净的 跟女儿一起喜欢做什么 跟她喜欢做饭前的菜品准备 口感超浓郁 营养更丰富的真冬牛奶提醒林 精彩继续 来 选中间两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 你的决定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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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恭喜男女嘉宾 获得了由港中蒸蛋糕 提供的浪漫海岛之类 港中蒸蛋糕 我给你吃真的 港中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珍农营养 美味静相 珍农精装 好事成双 最开始她刚上场的时候 我对她的印象 就是感觉她文质彬彬的 然后后来她说 她喜欢看经典老电影 我觉得就是这一点 爱好还挺契合的 包括听摇滚乐之类的 然后到后面 情感经历的部分 我觉得她的 对情感的处理方式 也会和我比较契合 我也这么感觉 我之所以选择她 是因为最后 看她那个短片里面 那个多面的我 然后有很多 她生活中的一些 这个情绪吧感受 我感觉说我捕捉到了 我觉得是挺丰富的 然后跟我也挺像 女嘉宾说我比较正经 但我也有就是 很调皮的时候 我觉得说 看到女嘉宾那一面 我挺心动的 我想是更多地了解她一起 然后未来 我希望和你一起cosplay 港中蒸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祝她们幸福 祝她们幸福 探索未知 与你同频 让每一个瞬间 都成为我们美好的回忆 真浓营养 美味镜像 口感超浓宇 更丰富的真能留待 有请带着 浓浓诚意的男嘉宾上场 各位女嘉宾 各位老师好 我叫华思涵 今年23岁 来自于北京市 这位男嘉宾 由荔枝新闻推荐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 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她 匹配出了制推女生 当她进入 全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 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振蛋糕 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您的第一个数学是 我希望我们能在未来 给彼此偶尔写一封情书 文字版 对 不是手机小作文 对 就是要写纸质的才有感觉 杨将先生 他和他老公钱钟书 他们就是经常写情书 就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他们写了一个一字情书 杨将先生给钱钟书 写了一个怂 就是上面是两个人和一个心 就是想问他的心上人是谁 然后钱钟书先生回了一个您 就是上面一个你 下面一个心 意思是我的心上人就是你 所以当时就很触动 就是觉得这种写情书 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中 让我会很感动 杨远 男嘉宾好 其实我想分享一下 我以前给我的男朋友前男友是写过一篇的 就是写的爱你的十件小事 然后喜欢你怎么怎么样 喜欢你怎么怎么样 是一个比较对账的十句话 然后他看完这个之后就非常的感动 然后我想问一下您 那您骨子里是不是一个特别浪漫 然后注重仪式感的人 对 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注重这些 比较浪漫的细节的人 别人给我写的 不管是情书 或者好朋友给我写的书信 我都会保存下来 然后我在心情低落 或者移写的时候就会堵一堵 我就会觉得内心会很感动 那你还有没有其他方式向对方表达爱意呢 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没有计划好的情况下去看烟花 去或者说给你安排一场这个烛光晚餐 都是有可能 13号 男嘉宾 你好 因为我看到你说写情书 我感觉写情书 你至少两个要求要满足一个 要么你有文采 要么你字写得好 对 请问你感觉您是 就是虽然说我写的字也比较丑 然后这个我的文采也不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就是拿纸质的东西写出来 它就能体现出来一个人真挚的感情 13号 颜河颖 所以你也是喜欢情书的吗 也不是 老师感觉好累看那长篇大陆的东西 哎呀 妈呀 就适合写那个一个字的情书 但我有一个小观察 就是如果写这个习惯变成一个习惯之后 对日常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跟我的大女儿拿笔和纸来写信 但是我的二女儿现在上小学一年级 还不到我可以看的阶段 所以我就没给她写 这个习惯大概有两三年了 的区别是 当我的大女儿跟二女儿同时在我身边家庭生活的时候 我老是会关注老大生活的细节 因为我一想我后面得给她写封信 我得有很多话要跟她说 所以她的细节就会被我下意识地抓取 相反 二女儿好像就慢慢就有点忽略 你这个习惯有个最好的道逼 是使得当你一想到将来我会有封信 要亲笔写给你 我总得有话可说 我总得有生活的那种场景的凝固 延展 想象和浪漫 这些根必须是扎在生活之中的 所以这个习惯会使得你在日常生活的 所有细节都更加投入地关注 所以我非常喜欢你这个习惯 他可以坚持下去 你的第二个诉求 我不希望你拒绝我做一些比较新奇的事情 哪些事情呢 就是我觉得我生下来 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要体验人生中尽可能多的项目 比如说像去蹦极 然后去跳滑翔伞 然后这个就是当时去宜昌蹦极 也是想体验一下这个项目 这个就是当时在西北那边的青旅 就是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住过青旅 然后在青旅里面也认识到了特别多的好朋友 这个就是乌兰茶坞的火山 然后当时是看到它比较像火星 然后也是比较好奇 就是想去探索一下 有一些想法其实是不被我的朋友们 家人们支持的 就包括我现在的一个很新奇的想法 就是我想去磁海里面飘着 然后读报纸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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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专门负责给人拔草 四海 我们在酒店窗户看过去 对面一盘山有点像火焰山 是那种粉色的山 下面是那种浅蓝色的那个海水 跟梦幻一样 我们几个人就去了 我们一看 酒店的游泳池里边 男男女女全在游泳池里边 死海里边一个人都没有 我说太好了 没有人去 我们去了 那个死海的海水的浓度 是地球上海水浓度最高的 但凡你身上不要说破了 你就是下去之前 你痒痒 你多挠了两下 你进去万箭窜心 腌肉你知道吗 你就是那块肉 但我们走到那个水到这的时候 已经有两人受不了了 我地球说不行了 我说要不要躺一下 你不敢躺 万一失去了平衡的时候 那一锅盐卤进到你身上的任何地方 都不是你能承受的 当水还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瞬间就明白了 那个游泳池里面的人 为什么一个都不去 死海 看看就好了 看看就好了 四号 男嘉宾 你好 我也是对这个世界 一直保持新鲜感的人 而且我会去坐 前段时间我在四川 本来是我们要去吃饭 但是我就突然抬头看到 四川的那个山上面 有很多那种发电风车 我当时真的就是觉得 我从来没有近距离地去观察过 这个发电风车 然后当时我们就看导航 但是根本就没有具体的路 是怎么上去的 我们就一边靠感觉 一边找导航 找那个村子 上去走到一半 没有路了 都是泥巴和山上掉下来的石头 大概走了半个小时 最后真的 我站到了那个风车的脚底下 抬头看就会觉得 我真的从来没有见过 转得这么快的一个大风扇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去体验这种 就是你突然好奇 然后突然又想去体验的事情 对 就像你刚刚说的 历经了很多这个艰辛还有苦难 才体验到这种感觉 我觉得是更珍贵的 就像孟老师刚刚说的 这个死海虽然他比较就踩雷 但是我觉得还是想去试一下 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 我看到过一个女孩拍的视频 真的感动到我了 她就站在那个风车下面 那风车在转 地上就有那个影子 影子每路过一次 她就蹦一下 她就蹦一下 跳绳知道吗 她跳的是那个阴影 她一个人 她就能找到这么快乐的事情 20号 男嘉宾你好 就是你突发奇想的新鲜事 如果你的另一半 不想跟你一起去做 你会不会觉得很扫兴啊 我自己想做的新鲜事嘛 如果你不想做的话 那就可能我自己一个人就会去做 我不会强求你跟我一起做 但是如果说你每次都对我要做 做这种事情提出很强烈的反抗意愿的话 就是我觉得挺伤心的 对 好 来看片子 好 来看片子 23岁的我 有一张人生必须完成的清单 我叫华思涵 我是一个很喜欢体验的人 什么样的事情只要没有尝试过 就都想去试一试 很多时候因为好奇 我就一个人出发去旅行了 或因为刷视频看到一座火山 就去了乌兰查布 想蹦极就去了宜昌三峡 想感受青旅的生活 就去了可可稀里 还有好多没有体验过的事情 我会加入我的探索列表 一样一样的去完成 我喜欢摇滚 最喜欢夏日入侵企画 小时候学过吉他的我 总幻想有一天 我也能站在舞台上 那样发光就好了 但因为学业繁忙 这个想法 我一开始是先放下了 直到大四 几个朋友一拍即合 UNO乐队诞生了 毕业典礼上 我们点燃了全场 那一刻我觉得 自己算是对曾经的遗憾 有了一个圆满的交代 我的人生清单 其实也是我给自己的阶段性奖励 2020年通过全院选拔 我加入了中南大学智能制造 卓越人才培养计划 大学四年 获得过各种科技创新奖项 一路走来 身边的朋友也老说我是学霸 现在我被中科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直播录取 是一名研究脑机接口的博弈学生 作为一个典型的工科男生 我其实不太善于去表达一些东西 但我会通过写随笔的方式 记下来 分享到网上 像是学习经历 旅行日记 成长收获 你愿意加入我的生活 成为我随笔中最精彩的一个篇章吗 我发现最近一个阶段 我们的男女嘉宾的这个名字 她的这个信很丰富 你看三号女生 姓尤 尤舒涵 你听听多有文化 你再看看二号的名字 三号她也是中科院的直播 对不对 对我是去年被录取的 那是校友 你是什么专业 我是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 你是今年什么 对我今年刚大四毕业 我是去年 比她大一届 学姐 你脑机接口她管理你 多好公共管理 16号 男嘉宾您好 看到您是中科院直播 是一名学霸 所以我想请教您一下 那个专业脑机接口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 我就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残疾人 他这个胳膊或者腿 行动无便 就是动不了了 然后我就给他安一个 这个外骨骼就是甲肢 然后我在大脑里面 插一根电脊 就不只插一根 反正就是可以控制 这个甲肢运动 这是一个方向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可以治疗 像帕金森呀 还有一些抑郁症 这些疾病 就是他可以通过 刺激大脑的一些脑电波 然后来达到 治疗疾病的目的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我好多年前 产生过这么一种幻想 就是我们学语言 有没有可能 人类的科技进步到某一天 给你脑子里边植入某一种东西 芯片也好 或者是什么也好 把这个信息 就给你弄到脑子里边去了 一下子音语力就都会了 应该是有这种可能的 人类现在这方面科技 到了什么程度 离我刚才描述的那一步 还远吗 这个可能还比较远 算了 我不等了 我自己去背吧 男嘉宾说到一个阶段性的 对自己的奖励清单是吧 对 保颜小目标 蹦极完成了 跳伞还没有跳 对 增肌竟然被你已经化掉了 你已经完成了 算是完成了 我从大二就开始健身增肌 你都有乐队了 增肌了 上台演出还没有一千粉丝 来 女生 你们有没有什么 人生的愿望清单 15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想分享一下 就是我其实也染过一次 显眼包的发色 就是我当时就是有一个执念 我当时就想 我一定要体验一次 但是我爸妈是不让的 他会觉得那样 就不太女孩子 我就偷偷马上他们染了一次 但是非常后悔 真的非常后悔 一个就是 生活当中 在工作的场合 不是特别方便 还有一个就是 特别伤头发 我那一次头发全被伤完了 然后后来就 为了把头发重新长 剪了很短的头发 所以我想说 很多的目标 就是你真的要体验之后 才能对这个想法去魅 你说得很好 有些事你不做过 你没法评价它 对啊 你就去做过了 才知道有多纯 14号 男嘉宾好 刚看你VS2里面有一个 就是你说 你会把一些自己的想法 写到社交媒体上是吧 那你大概就是 比如说百分数啊 百分80还是90% 都是你特别真实的想法 还是有一部分是要 就是写在一些 自己私密的一些地方 我觉得在我的社交媒体上 大概70%是真实的 剩下30%是什么呢 就是我有时候 会情绪特别低落 或者秘密 这时候我就 不把它发到网上了 那你觉得像我这种 我是一个经常把自己的想法 直接就展示在自己朋友圈里的 然后我会一段时间 就会翻过来看 觉得这条 当时可能发的就是心情不好的 那我就把它隐藏下来 那你觉得如果你女朋友 是这样的话 你会给她建议 你让她不要经常这样 还是就是会觉得她这样很可爱呢 我觉得就是一种很直爽 很愿意分享的一种性格 我觉得挺好的 来看下一条 我的第一段爱情发生在大二 它很开朗 是我喜欢的类型 在学习之外的是 我们往往都一拍即合 比如我说 今天约她去看电影 她就会猜到我想看什么 直到大二期末 她喊我去唱歌 可我第二天 刚好有一场很重要的考试 她对我说 你不去那我也不去了 结果那天晚上 说晚安的电话刚接通 她那边就传来了很吵的音乐 她说是为了让我认真学习 才决定隐瞒的 后来我才意识到 是她真的太爱玩了 有时候甚至连学业都放在一边 我改变不了她 她也改变不了我的想法 我们最终分开了 我的第二段感情 是一件钟情的碰然心动 她静静看书的侧影 一下子就吸引到了我 那一眼我觉得我的爱情要来了 我打听到她是美术系的学霸 可能是学霸吸引法则 我们很自然地做到了一期 一开始我们的爱情还比较甜 我会陪她一起上自习 一起去图书馆站位置 可没想到的是 学习占据了她生活的太多部分 有一次因为考试名次下降 她就对我说 接下来这一周我们别见面了 我要认真学习 我强迫自己努力改变 跟上她的节奏 生怕影响到她 这样的相处维持了一年多 再喜欢再心动 最后我还是提出了分手 两段爱情都输在了不够同频 未来我期待的是 两人能够步调一致 互相陪伴 又能在各自的领域闪闪发光 我们一起努力 一起去体验 不一样的美好未来 3号 男嘉宾你好 就是其实我有两段跟你比较相似的经历 但是我就是都没有谈恋爱 因为我的恋爱经历可以说是几乎为零 就是在相处的过程中 第一个男生他就是 他就天天带我去图书馆上自习 大概上了快两个月的自习 然后呢从来没有出去玩过 怎么说就是天天学习的这种方式 就是让我实在是接受不了 然后第二个男生呢 他是在我上中科院之后认识的 就是他非常吸引我 因为他非常非常的优秀 而且跟你的专业非常相似 也是研究脑机接口的 然后后面大概跟他相处了一段时间 他就跟我说他觉得他还是不想谈恋爱 然后他说他觉得还是要以学习为主 然后你说希望未来遇到一个同频的人 其实我觉得同频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难 更重要的可能就是说 两个人之间的相互磨合 对啊 对 我指的这个同频可能就是指 我这个想法就是只有及时行乐 或者我只是为自己的梦想奋斗 就天天学习 只要是能在两者之间 达到一定的均衡就可以 那就是说你会去配合对方吗 就是你愿意为了对方去改变吗 对 我会配合对方的行动 而且我会改变很多 但是假如说就是让我自己一个人一直改变 然后他不做任何改变的话 我就觉得会很累 师傅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人的频率 他的生活状态其实会变化的 他不是一成不变的 如果说你跟一位女生谈恋爱 在后来的过程中 你的状态变化了 他跟你不在一个平次上了 你怎么办 假如说最后发现两个人越走越远 是因为中间的这个交流和沟通 不够到位 这个过程中 某一个人发生了改变之后 两个人要及时地向对方靠拢 我们要保持自己尽量和对方是同频的 好 谢谢 22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叫黄仁晨 今年27岁 是一个重庆妹子 目前在成都从事服装搭配师的工作 然后我看刚刚VCR你有提到一个学霸系 那你对对方的学历这方面比较介意吗 我的这个MBTI是ENFP 然后就是我觉得ENFP都是比较看重这个第一眼的感觉 就是我一下子就心动了这种感觉 其实对于这种是不是学历高学历要求 这些都不重要 了解 7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感觉就是你的第二任女朋友 应该会比较符合你自己的一个那种情况 为什么会又觉得就是不合适呢 您是指她这个不爱出去玩这种 对 就是还是我说的要找到一种平衡 就是既不能就只学习 也不能指每天及时行乐 那你的第一任女朋友她爱玩 她自己的学业也会保持得比较好吗 这个没有 她的思想就是每天只要不挂科就行 然后没有什么很远大的理想 就是没有很奋斗的动力 谢谢 我好奇的是三号为什么灭灯 两个中科院的博士 就是说我觉得我是一个代人 她的那些生活方式就是我很支持 但是我觉得我可能不是非常能融入她 就像我之前相处的两个男生对象 然后包括她说她会觉得那个女生 有一些不是那么上进 就对我来说可能更重要的 就是过好当下的每一天 然后我会对自己有所要求 但是可能我现在会觉得 我达不到你所想的那些要求 对我来说可能有一些就是压力 是 就是我觉得女嘉宾有些误会我的意思 不是说学习上进 就是你只要是心态是积极向上的就行 然后就是不能每天只想着及时行乐嘛 我是这个意思 因为她的情感经历中 第一个女朋友她觉得不够上进 第二个女朋友太上进了 又不够爱玩 然后大家就会联想到男嘉宾本身 学习有好玩的有好 就觉得你是不是对另外一半的要求 会有一些高 这种要求感让女生去对号入座了自己 然后大家就显出了一种无所适从 还不如就灭灯了 我很少在男嘉宾第二段情感短片当中 学习这件事占到一个如此重要的 比重和篇幅 这是比较少见 你的两段好像都是在学习占比过多 还是过少 而且关键是这两位最后都没有走下去 所以你是一个无差别攻击 这个度就会非常难把握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你不要把学习这件事 在你的情感生活当中 价值排序如此靠前的位置 爱情不是直播或者考研 爱情是两个人亲密关系的相处 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好 谢谢老师 好好继续研究那个 呸一下就把这个英语弹词全弄进脑子里边吃的这个 好 再见 好 谢谢老师 对于刚刚几位老师给我提出的建议 我觉得陈老师所说的 多去注重一下情感本身 比如说情感里面的共鸣 还有双方的一些小细节 这个对我启发很大 大家好 我叫华思涵 今年23岁 来自于北京市 现在是一名博士在读 我喜欢行动力强 能够跟我一起探索一些新奇事情 并且和我有相同兴趣爱好的女生 如果感兴趣的话 请联系我吧 大家好 我叫周亚丽 今年31岁 目前工作在香酥池中 我是一名市场行政专员 快问快答开始 你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我在30岁生日之前吧 有一些30岁的焦虑 如果明天醒来 增加一个技能 你希望是什么 可以预知别人大脑里的想法 如何确定可以结婚 如果我们相处一段时间 非常的和谐 我觉得就可以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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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正大高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您的第一个诉求是 我希望我们的表达就只是字面意思 一听她的前女友就有点作 说话区里拐弯 她永远猜不到是什么意思 你的前女友你举两个例子 比如说今天早上起来之后 她可能心情没有那么的愉悦 她会说我们今天中午吃点什么 那我首先一定会问她 她说那随便 那我说我们今天吃火锅好不好 她说火锅太辣了 我说那吃川菜 我说这个也辣 然后说吃东北菜 我这个太油腻了 太油腻了 那可能这时候我就会感觉 哇 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24号 男嘉宾好 各位老师好 我是24号女生王新月 今年23岁 来自天津 然后我目前是一名 艺术体操教练员 哇 酷 你能往外走一步我看看吗 可以 你裸高多高 172 好 艺术体操运动员的平均身高呢 一般都在1米70到1米75左右 哦 男嘉宾你好 如果你的另一半在你们争吵的过程当中 像女孩子会说一些反话 可能需要你来哄哄她 这种小情绪小作你可以接受吗 这个是没问题的 小作是可以的对吗 是的 8号 男嘉宾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刚刚说的这种 大部分都是一些比如吵架呀 或者是阴阳怪气之类的 那如果是一些正面的情绪呢 比如说你要出门去玩了 我送你一个骰子 让金石定点报备嘛 它其实是来自一首古诗就是 玲珑头子安红豆 入骨相思知不知 意思就是让你出门记得回来 我的个妈呀 书念少了就不能谈恋爱 现在网络语言是这样子 我出去了 你去哪儿 朋友吃饭 还回来吗 回来还爱我吗 这样说话就好懂一些 第二个 我不希望你觉得我在人前人后 差异比较大 10号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你这个人前人后差异大 是指脾气还是指性格方面呀 其实就是在公共场合的时候 我可能会相对严肃一些 感觉就是不能有伤风化嘛 有伤 你都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就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形容词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两个人在街上嘛 手牵手啊 我可能我感觉我有点接受不了 是仅限于这个 24号 好 男嘉宾你好 那么我想问一下 刚刚你说 如果说是谈恋爱的话 两个人在街上手牵手 你会觉得有点不太合适是吗 就是稍稍会别扭一点 肯定是能接受 心里是非常开心的 稍稍有点别扭 那我可以理解就是你的性格 还是相对传统一点 还是因为你的工作性质 都有一些 都有一些 还是工作性质多一点点 好的 理解了 谢谢 好 来看片子 不同项目上 对抗博弈的体验是不同的 我是霍丽达 现在是一名综合格斗教练 目标是要成为六边形战士 和考证达人 我从初中开始练习跆拳道 沉浸在其灵活又爆发的 腿法魅力中 大学接触综合格斗 从拳击的战力打击 再到巴西柔树的地面缠斗 以弱胜强和触底反弹的哲学 学会了在逆境中反击和逆转 还接触了剑道和空手道 我喜欢不断更新自己 每一种格斗 都有独特的魅力和价值 作为一个东北老爷们 我有我的解压三件套 爬山 泡澡 看小色 泰山 松山 华山 藤山 老军山 长白山 爬山的过程很像生活 抬起头来却看不到终点 只能默默前行 山顶看到日出的那一刹那 很像重获新生 三十岁以前吧 然后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心态 后来创业 开了一家台闹馆 之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然后也属于创业失败 现在对于我来说呢 就是积累经验 稳中求胜 不光是眼下的这条路看得清晰 而是未来做任何事情 都要留一条后路 我要让自己的父母担心 我理解的三十而立 生活独立 内心稳定 清晰目标 处事不经 拥有过往经历 所锻炼出来的坚韧 是不会因为挫折 停下前行的脚步 在北京三年 社交对我来说不是必需品 我可以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看电影 甚至一个人做手术 但也想有一个人 一起生活打拼 他会是你吗 你是说你前一段创业失败了吗 对 他开个拳馆姓霍 我认为不应该失败 他这个信开拳馆 开武馆 他就很有说服力 严和颖 男嘉宾 你好 看到您的VCR里说您是一个 努力成为六边形战士的一个人 就是我想问一下 您会建议您的另一半 是一个六边形小白吗 这个是没问题 六边形战士只是我 对于自身专业能力的一个要求 我希望在这各个领域当中 提升得再高一些 请问您都考哪些证呢 证的话比较多 来看看 这么多这儿 你看你原来长得不是这样 稍稍严肃了一点 这些这种难考吗 都不那么轻松 比如说您看这个右下角的话 这是谈到黑带四段 这很厉害了 黑带 拿到这个等级的话 差不多用了小十年吧 因为它不是说你能力到了 你就可以去晋升的 比如说我从一段考二段 要等一年 二到三等两年 三到四等三年 这可能就接近六七年了 我记得二十三号 是不是学武术的 是的 因为我们也都算是 经常从事运动的人群 那么我在这里 想跟我们男嘉宾推荐一下 你可以在运动前后 然后补充一下我们真浓 金装高钙牛奶 富含维生素D 在钙和D同时补的情况下 更好吸收 它也是我在锻炼 还有备赛的过程中的 那个营养的秘密武器 好的 好的 来 来 来 掌声一下 这是国家健将 健将级运动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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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女嘉宾很细心地 给男嘉宾推荐了 蒸笼牛奶 是因为她照顾到的运动人群 对卫生素D和钙的需要 强身健体的保障就是蒸笼高钙牛奶 哎 放一杯 味道很好 口感纯厚 谢谢你的推荐 我发现我们台上 可以做这方面展示的 还有24号 对 我在想方不方便 好 陈明老师 方便的 来 方便 方便 太好了 来 来 来 艺术体操 15 哇 都习惯了 远地徘徊 却无法习惯被依赖 厉害 中国的艺术体操 在这次奥运会上 获得了世界冠军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 我们艺术体操项目 谢谢 谢谢 好好干 我也要展示一下 什么 入米 不 来 好 厉害 好厉害 14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刚看你这一段 其实就觉得很解压 你的解压三进套是读书 然后还有泡澡 还有爬山 对不对 感觉跟你的一个外表不太相符 刚才练这些只是我生活的方式 包括工作的内容 它跟我的个人生活还是分开的 如果两个人在一起 你会给对方有些什么解压的方式吗 会想让对方打你两下吗 没问题 非常欢迎 在23号打打你 你觉得也是可以的吗 可以 我还是比较扛揍的 大家还可以分享一下 你们的解压三进套有没有 10号 我那个解压三进套就是 遛狗兜圈睡大觉 我自己养了一个微笑天使萨摩耶 我那个耶耶有八十斤 然后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一起去 比如溜溜的小狗 还好 最早我们家也养过宠物 只不过那养人藏狗 我可能比这个还要再重一点 我觉得宠物方面是没有问题 我还比较喜欢 有人爱爬山的吗 小黑 上周末因为那个没有浪的原因 然后我跟我几个冲浪的朋友 一起去徒步 他们的冲浪技巧都比我强 但那天我穿一双人字托 然后我们甩他们几里地 就是我全程一直要跑一段等一段 跑一段等一段 我说终于找到我的强项了 穿人字托爬山 对 而且那个山很陡 要手脚并用的 他们都是穿那种专业的鞋 只有我一个人字托 反正那些各种装备的被她侮辱了 16号 杨洁宾您好 您会建议女生不喜欢爬山吗 能一起去做当然最好了 如果说不成的话 可能你坐缆车上 我直接腿上去 共同在山顶见 对 顶峰相见 对 我不会把我的热爱的项目强加给对方 谢谢 别人说这个话呢 我觉得有吹牛的嫌疑 他说我觉得不是 看人家爬的 为什么你在那个照片上 跟现在本人不是一个人呢 这发型这么重要的一个男生 对啊 左下跟右上 我真的觉得是两个人 其实只有发型变了 发型 我觉得每张照片都不是他 我看那个爬山最好玩的段子 是一个女孩爬 哎呀 爬不动了 奄奄一息的 山上有人下来 那女孩就问上面下来的人 光明顶还有多远 她说不远了 张无忌他们还在上面吗 我昨天刚爬完黄山 就去的光明顶 他不在上面 有没有下一座想爬的梅高 对 下面想去哪里 明天应该是准备爬庐山 你昨天爬了黄山 明天爬庐山 对 今天顺道过来找个对象 我感觉 主要是来找对象 顺路爬山 看下一条片子 在无能为力的年纪 我遇到了想要照顾一生的她 大学的时候 她是我的理想型 我们以朋友的身份 相处一段时间以后 我尝试向她表白 有很认真的表白过 其实也开玩笑的事 她可能觉得未来没法确定 所以没有同意 也可能担心明确拒绝后 会失去我这个朋友 我们就以这种友情以上 恋人未满的状态 相互陪伴了四五年 其实我每次表白和试探 是知道结果的 但我感觉 在这段情感当中 五度点会更好一些 就算没有像预期那样发展 但是这四到五年的成长和陪伴 也同样重要 甚至更为珍贵 第二段感情 是我在创业时认识的 这次我选择勇敢 没有拖沓 很快我们就确认了情侣关系 那个时候我忙于创业 没办法把精力和时间 放在感情上 她说和我在一起 找不到存在的感觉 我也觉得这段感情 你两个人的状态 都不是很好 所以这段感情很快就结束了 我那个时候 对陪伴的概念了解不深 甚至当时有一个误区 难道吃饭逛街看电影 不算陪伴吗 不明白的是 在确认关系之后 如何进一步的发展 现在的我生活节奏稳定 也在积累心态 积极面对新的感情 许久未有恋爱 对感情的未知 既好奇又担心 但我仍然坚信 过程更为重要 希望可以和你开启一段 深度陪伴 精神同贫的感情 别可以 男嘉宾你好 刚刚看到您的VCR里面 就是您第一段 你们两个是以那种 友情以上没有到爱情 维持了四五年 对友达嘛 友情以上恋人未满 你很享受这种关系吗 我其实并不是很享受 相对来说我还比较煎熬 就是我一直想象说 我们什么时候能真正意义上去 确定这种关系 但后来再聊到这个问题 突然间两个人就彻底 就分开了 再也不相识了 谢谢 15号 就是我可以理解你们俩 其实并不是男女朋友 但是你把它第一 为了你的第一段感情 而且你刚刚说 四五年你其实是很痛苦的 然后你还坚持了四五年 你这个操作让我感觉很迷 对啊 首先我并不认为 是我陪了他四五年 双方相处的时候 互相之间是有这种 一种默契吧 因为我们都知道 可能 可能在 就稍稍糊涂一点 可能会 有机会我们最终在一起 但是这个确定的过程 竟然用了你四五年的时间 它是你的朱砂痣 白月光嘛 白月光嘛 20号 男嘉宾 男嘉宾你好 你的第一段感情 我觉得我理解为的是 你们彼此之间 不想对彼此负责 只想有一个精神寄托 是这样的吗 我是这样理解的啊 就是说 有点像青春期刚开始 就比较懵懂的时候 那一份真挚的爱情吧 那你们的相处模式 能不能稍微描述一下 什么样的 每天发个消息 有的时候能刚刚好 同时上下班 有拉拉手吗 有 拉手行动 我看那个四号太好笑了 他一直皱着眉头 然后做出很匪夷所思的样子 对 非常不能理解 来 东北老乡劝劝他 感觉说白了就是那个女生 挂了你四五年 有没有这种可能 就我不太认同您的这个观念啊 我为什么喜欢爬山 其实我感觉跟这个情感经理 有些相似的地方 可能会让我崩溃 不太想坚持下去了 可是你难道因为现在很痛苦 很疲惫 你就不往山顶上继续走了吗 那最终我所期待的事情 不也是慢慢地走上去吗 那你觉得那个女生的顾虑是什么呢 我当时还是在说说打工嘛 我觉得女孩的心态 用一句歌词特别贴切 就说不上爱 别说谎 就一点喜欢 没有那么喜欢 没有到达爱的程度 没有足够的动力 开启一段稳定的关系 但是又贪恋你对她的好 所以在四五年中流连了下来 别穿梭太爱 24号 男嘉宾 你好 如果我们以后在一起了 我要求你跟他断掉联系 那这个你可以接受吗 您这个问题首先来讲 如果是当时的年龄段的话 这个是 当时是会这么去选择 对于我现在来讲的话 是完全没有的 就不会有什么后续的联系 因为毕竟是之前的事情嘛 好的 最后一个问题 2号 我想问男嘉宾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现在出现一个女生 然后依旧像之前您的白月光那样 然后您会用多长时间去 确定某种关系 我现在不会做这种选择 就是我不会像这种事情发生 不选择开始就没有后果了 我发现这个舞台上有一个定律 叫谈白月光必死定律 这个概念的意思就是 这个月亮还挂在你心里 这种预设是非常危险的 它在具体的交流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我给你试举一个例子 刚才4号 4号其实很 一直皱着眉头 然后他会说 他说 其实那个女孩挂了你4年嘛 这句话是站在你这边 在抨击那个女生的 他觉得那个女生对你不好 他耽误了你 但是你的下意识反应是你说 那我不认可你的观点 你会迅速给出一个捍卫姿态 你这句话的意思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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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 他不是你想的那么不堪 这个姿态的意思就是 白月光不仅在 而且此时此刻 还挂在我的回忆的天庭上 所以这个结果 我倒不是特别意外 我跟你说 他自己就死在用刺不当 说了一个白月光 我现在咯噔一下 前面还说了一个友商风话 你确定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要回去多读点什么 好嘞 再见 再见 我这次来《非诚勿扰》 最大的时候 还是我重新地 审视了之前 这一段情感经历 可能还是认为 我心里面 还是没放下这段情感 但我其实是想说什么 既然敢说出来 就证明其实已经放下了 经过这一次之后 我可能会选择 重新放开自己 去尝试再进行下一段 或是接触下一段的这个情感 大家好 我是霍利达 今年31岁 来自北京 我是一个爱爬山 愿意突破自我的人 我希望找到一个积极阳光 并且能够愿意和我一起 突破极限的人 如果你对我有兴趣 可以联系我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王深月 今年23岁 来自天津 目前在天津 从事艺术体操教练人的工作 快问快答开始 作为运动员 会对另一半 有什么不一样的要求吗 会希望对方也喜欢运动 你会要求另一半很自律吗 会的 因为我很自律 你最喜欢自己外貌的哪一点 眼睛 最喜欢吃的东西 最喜欢吃阿斯利 最让你心动的一句话是什么 有我在 你害怕 口感超浓郁 营养更丰富的真冬牛奶提醒您 马上回来 口感超浓郁 营养更丰富的真冬牛奶提醒您 精彩继续 感谢口感超浓郁 营养更丰富的真冬牛奶冠名播出 感谢港农春蛋糕特约播出 想要真辉相亲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真爱网 爱度荔枝新闻搜索 《非诚勿扰》 报名参加节目 或发送邮件到 《非诚勿扰》 官方邮箱fcwr atgstv.com 我们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看节目 欢迎登陆《历史新闻》 《大蓝金新浪新闻》 《一点资讯》 马克尔360娱乐 了解更多资讯 上微博搜索《非诚勿扰》 参与讨论 分享你的恋爱宝典 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 下期终于时间再见 再见 我们来到我的手心里面牢牢砸出 名字幕提供的聚集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托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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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